为什么你爱的男人不会主动找你 很多女人在感情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 她明明是喜欢我的 可是为什么从来不主动找我呢 她就不怕我跟其他男人跑了吗 有的鸡汤说女人不要太矜持 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就要主动出击 就算最后没有结果 至少你努力过了也不会后悔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凭什么要女人来主动呢 其实在感情的故事里 一个男人如果从来不主动找你 往往是女人在这六件事情上犯了傻 一 秒回她的信息 当一个男人觉得你随时都在身边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对你无所谓 因为知道你一直都在 自然不会对你有更多的关注 所以说女人不要傻傻的 男人一发信息就回 让男人觉得你很好追 而是要偶尔故意不回信息 表现出自己除了他还有更丰富的生活 男人都是这样 得不到的才会永远都在骚动 二 对他谁叫谁道 女人就算再喜欢一个男人 也不要全身心的付出 给自己留三分退路 如果不管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你 你都会谁叫谁道 男人绝对不会从中感受到你的爱 相反 他只会更加的无视你 只有需要你帮忙或者赔的时候才会找你 但这种情况下的寻找根本就不是爱情 三 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他 在确定关系之前 女人千万不要把堵住压在他的身上 哪怕在你的心里 确实再也容不下别的男人 也不要轻易让全世界都知道 当他明白的知道你喜欢他的时候 肯定就不会对你有更直接的反应 相反 他还可能会拿你当备胎 不在乎你的感受 而是花心事去寻找比你更好的女人 四 你一天到晚黏着他 男人是很需要个人空间的 当你天天黏在他的身边 一天24小时电话 微信不断 一到休息时间 节假日 就抓着他不放 他一定不会感激你 男人是很难日久生情的 相反 你时时刻刻像黏在他的身边 他只会想努力的推开你 更别谈什么主动来找你了 五 他对你没有兴趣 在男人的心底 爱或者不爱 有着非常明确的区别 当你发现无论你做什么 男人从来都没有感动过 也从来没有为你做出什么 甚至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你 那就意味着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别苦苦的再追了 赶紧放手吧 死心吧 六 你长得太丑了 颜值就是正义 如果你长得很漂亮 男人就算不喜欢你 也基本上不会拒绝你 但是一个男人 如果从来不会主动找你 就算你找他 他也不搭理你 那你就得先照照镜子了 是不是在他的心里 你真的长得太丑了 男人都是爱面子的 如果他觉得你配不上他 你再怎么喜欢他 对他来说也只是累赘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